可是總統也都是叫 下面的人做事啊 有需要領那麼多嗎 你要把台灣賣掉就好 好好幹 拜託 救一下台灣的經濟 東西一直漲 但金水不一定會漲 有500嗎 一個月耶 500很多嗎 他是總統耶 街頭踢踢看 真心話聽聽看 Let's go 5月20號是什麼日子 不知道了 表達愛意的日子 母親節嗎 總統任職啊 你是怎麼知道 你搬就有關心嗎 還是說 這不是台灣人的常識嗎 那你知道總統就職 是辦在什麼地方嗎 呃 不知道 請猜 我不知道 大巨蛋 總統府 總統府吧 大巨蛋 有安全嗎 金融肉選 他的學歷我不知道 OK 等一下 我剛剛一度想要想說 是不是哈佛 但我好像不太 不是在台灣 是我們台灣大學 醫學 醫學系 我沒有打唱 他在哈佛念鎖詞 對嘛 還是有哈佛嘛 是我資訊不夠正確 其實你對他 其實都還蠻了解的 這樣算了解嗎 賴清德的身高 身高我不知道 168吧 他的臉應該就是 168的臉 那你知道賴清德是哪裡人嗎 他在哪邊出生的 他一個人 他不是在那個新北 有那個 是新北 就是那個也很有對抑的地方 但我現在算你在想不出來 不是吧 是嗎 我不會 我不知道 萬里 你不知道吳悠惠山 他是什麼日子 你有沒有想過 沒有 他給你大 什麼 總統教職 那你知道我們總統是誰嗎 新總統 欸 賴清德 那你知道賴清德的副手是誰嗎 不知道 你再敢想不及 想不及 有什麼想法 想說跟新政府說 或者什麼 對我來的想法 還是什麼政策 讓台灣更好 好 讓台灣更好 你也是這樣想就是 蛤 英雞成宅 對 我也是這樣想 那你覺得 台灣總統的薪水應該要多少錢 8到10萬吧 8到10萬 你們總經理都8到10萬了 就總統欸 總統嗎 可是總統也都是叫下面的人做事啊 有需要領那麼多嗎 我覺得差不多吧 他又沒有什麼太大的業務性質的 工作 他的薪水要49萬 就是蠻多的 那你會想當總統嗎 你說我嗎 永遠不會 哈哈哈 那所以你們那時候去投票的時候 就有沒有想說自己要 就是多研究一下或是什麼 投了結果還是可能就是那樣子啊 就是沒辦法改變太多 是因為覺得說不管誰當選都會一樣嗎 就是差不多吧 上面的人好像也沒有特別很認真的在修事情嗎 對啊 像是台北很多路都很爛啊 然後也沒有去 就是說要去維修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或者是 像因為我不是住西子嘛 然後感覺就是很多時候的 運算都多出了 所以又重新顧路 總統的薪水應該5-6萬吧 我一直覺得總統 不知道為什麼在我心中的薪水 可能就是 感覺 沒有辦法很高 就是勞苦供高的一個職業 呵呵呵 造工得 49萬多 喔這麼多喔 好啦 人家總統嘛 呵呵 人家總統值得高興 不然每個總統都頭髮白成那樣 應該不少吧 有500嗎 一個月耶 500很多嗎 他是總統耶 他不是全台灣職位最高的人嗎 其實呢 他一個月只有49萬 49 這麼少喔 新的期望喔 對啊 不要把台灣賣掉就好 好好質疑股價 房價吧 房價 然後薪資的部分 我記得我之前好像看過一個報導 好像是新加坡還是馬來西亞那邊的房價 就是他們好像薪資也是跟我們超過 可是他們房價跟我們有多差這樣 跟台灣是有點差有點多 就希望房價不要太高這樣 讓年輕人可以好好過生活 好好幹拜託 救一下台灣的經濟 東西一直漲 但薪水不一定會漲 我個人就是沒有很想要跟中國有任何的商業或是民間的接觸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沒有感受過就是以前路客很多的那個時期 你就會覺得台灣路上都是一些很沒用的珊瑚店 然後很奇怪的一品店 然後旅遊品質也會變差 然後在路上又突然多了很多要來問你 欸你覺得我們是同一個國家嗎 的中國人 我覺得有個煩的耶 欸對我來講民進黨有很多可以進步的地方 可是我希望可以堅守就是台灣的主權 總統要加薪 認真看著他 總統要加薪 總統不用加薪 你累了嗎 我自己是還好 就是如果可以保持原樣是不錯 我是軟體工程師 因為我台中人 所以感覺還好 好好帶領台灣吧 我覺得產業的那個資源很不平均 因為我們就是從事比較 可能藝術文化產業 對 就覺得現在都是一個科技 就是全部都是半導體啊 那總統不要只是放煙火式的看到成果 希望可以好好培養長期長遠的計畫 這樣才可以讓大家更有信心 然後更願意為這個土地努力